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他星期五访问了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菊 张志军他除了强调两岸关系 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在迈进 还表示大陆尊重台湾人民自己选择的 社会制度 价值理念 还有生活的方式 那么台湾各界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连线为您邀请到的是 正在华盛顿进行访问的 新台湾国策智库的执行长 也是民进党前国际部主任 刘士忠先生来谈谈他的观察与分析 刘士忠你好 主持人你好 是 先来看一看张志军说 北京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你的看法这是在释放橄榄枝吗 其实这是延续大概几个月前 习近平他在接见台湾的重要政治人物 而说的说法 那他整个论述强调就是说 中国会尊重台湾人民 所选择的自己的社会制度跟生活方式 他唯一没有提到就是说台湾的政治制度 跟民主的制度 那这当然有一个很大落差 那这也是区隔台湾跟中国 现在的两岸关系最大的一个分界点 他用这个方式 基本上张志军决定在这个时间点 包括台湾的立法院的两岸服貌协议 还没通过 他还是决定来 显示中国是决定要跳过国民党 不再依赖国民党 不再依赖马英九政 他们要直接来主导对台政策 包括深入台湾社会基层 包括针对民进党的一些执政的县市 来提供更多的一些诱因 来希望促进更多这样 让台湾社会对中国大陆 这样的一个信任更了解 是 那么刘志军 我们知道民进党之前一直坚持 包括了这个张志军与王宇齐的会谈内容 要公开 包括两岸在政治会谈上的一些 这个内容都要透明化 那么但是看来这个政治会谈 已经是势不可挡 民进党对此是不是有可能 因为这样的一个发展 来改变他们的两岸政策呢 我想民进党这个坚持 不是自己作为一个在野党的坚持 这是包括整个台湾社会人民 他们有那个权利 来了解当马政府 台湾马政府在跟对岸 进行这样一个敏感的 攸关台湾的生存 还有包括经济发展 政治民主 这样一个所谓政治议题谈判的时候 真的可以用透过黑箱作业 或者是不透明的方式进行吗 所以民进党这个呼吁 其实是代表比较更广大的台湾民众 包括更早之前三四月发生的 太阳花的运动 本身也是在针对马政府 在过去对于跟对岸的 谈判很多的协议的那个不透明度 秘密谈判所造成的反弹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还包括更广大的台湾的一些社会 要求的是说这样一个反弹 这样一个一个协议的协商 必须要更透明化 让民众知道说你在谈什么 而不能牺牲台湾的利益 那么接下来你提到了民众 我们就来看看民众的立场 我们看到台湾最近的 这个太阳花学运之后 根据民进党的调查 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 到底有没有出现改变呢 是有的 包括我们自己所代表的 新台湾国策智库 六月的时候 也是刚刚做了一份最新民调 有超过55%的民众是肯定太阳文化运动 对台湾未来民主发政治发展 是正面的 是正面态度的 那有更多的年轻人 包括他们表达他们对于两岸交流的速度跟范围 就这个广度的忧虑 这都呈现也是跟三月四月的太阳文化运动 那样一个展现出来的学生 或者说更广大的公民社会的那个期待 其实是很一致的 那很遗憾的就是说 马政府还是持续的去低估 或是漠视这个更广大的来自于 已经是超越了民进党国民党或蓝绿之外的 这样更广大的台湾民意的一个焦虑 那这也反映在包括国际社会 包括美国的重要的名秀 也开始在提出这样一个呼吁 就是说两岸关系经贸 台湾已经过度依赖的 这会牵涉到台湾政治的自主性的时候 然后甚至会影响到台湾的脆弱度的时候 台湾是不是还要这样一个继续 特别是台湾的马政府 是不是还是不顾名义来继续进行 有关政治议题的谈判 我觉得这个已经不只是有台湾内部的问题 也曾接受到整个亚太区域 包括美中关系美台关系的影响 是 世中我要继续针对你刚刚提到的 我们来有30秒再来进行说明 你刚刚提到的美国的一些领导领袖人物 包括了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你指的可能就是这个 他最近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的时候 就特别说台湾在与中国交往的时候 要小心 要聪明一点 不要太过的依赖中国 那我们知道你这次到华盛顿来 也与多位的美国学者和专家进行会面 他们又是如何看待目前两岸关系的发展呢 30秒时间 我相信太阳花圈应给美方 在看待两岸关系很大的一个冲击跟启发 从现在开始 他们也开始正视到说 两岸关系不是国民党说得算 也不是民进党说得算 两岸关系也不是说民进党一直始终在反对中国 而是有更广大 背后有更广大台湾民意的一个不安的焦虑 已经显现出来 所以这也反映在像希拉尔克林顿前美国国务卿 他是主导美国重返亚洲 来向亚洲政策的最主要的一个关键人物 他深刻的了解到跟中国打交道 绝对绝对不能太大意 更不要说美国这么大国都如此 更不要说台湾这样一个小国 所以我觉得像希拉尔克林顿 未来可能是2016 可能在美国下一任总统的候选 那包括共和党未来也有 有一些可能也提出类似这样一个呼吁了 台湾的马政府绝对必须要把这样一个声音也纳进来 也在纳入台湾民众 更广大民众的声音 来作为跟金英两岸关系一个更平衡 更站在保护台湾安全利益的这样一个立场之上来进行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新台湾国策智库的执行长 刘士忠先生接受我们的访问 感谢您 那我们也知道张志军 张志军他将要在这个星期六呢 结束了对台湾的访问 那么美国之音也将持续地来为您报道有关的发展 还有相关的反应 请您持续锁定 VOA卫史新闻 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来查询报道或者发表评论 网址是voachinese.com 有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